美国5月零售销售大增17.7% 创下有史以来最大涨幅 远远超过市场预期 激励美股周围收涨超过500点 另外彭博报导 白宫正眼里推出1兆美元的基础建设计划 可能包括道路桥梁 甚至5G无线和宽屏网路设施 都可能纳入建设计划 经济日报报导 玉龙集团与另一大股东东风汽车已达成共识 自由品牌纳智杰将正式退出中国市场 目前双方就东风玉龙退场细节已在洽谈中 消息对17日玉龙集团旗下两档个股 玉龙及中华车也形成小幅激励 玉龙已销展开出 全球最大酒店集团之一谢尔顿酒店 为应对疫情对酒店营运带来的冲击 宣布将在全球裁员2100名员工 财经媒体ZOH 引用Gardic Group报告指出 疫情导致全球食糖消费量 创下1980年代以来新低 40年来首度年度下降 逆转了糖消费最近每年增长1%的趋势 报告认为 全球旅游业关闭 是含糖食品需求下滑的重要因素之一 仙堂人有害电视整理报道